红都拉斯正式断交 并且结束了82年的邦誼 我们就带大家来回顾 这一连串的重要时间点 好 其实呢 这个副总统赖清德 在去年的这个1月28号 当时呢 卡斯楚就职的时候 他还有来出席 那么到了今年的这个3月13号呢 当时呢 红都拉斯的外长就提出了 所谓的三个要求 包含就是建水坝要3.51美元 协偿国债也要20亿美元 还要帮他们新建这个医院 也是要9000万美元的 好 那么最后呢 还发了这个所谓的 这个勒索信件 就是呢 总价算起来 竟然要24.5亿美元 这样子的一个金额 好 那么其实呢 红都拉斯先前呢 就发布了这样子的一个 断交的声明 他表示说呢 这个世上只有一个中国 而且这个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此呢 他们也就是在这个 25号的上午呢 是确定要来跟这个 我们来断交了 那么半个小时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外交部呢 也随即的就发布了 记者会来通知 并且呢 也是在这样的 今天的这样 在这个26号的9点半呢 来宣布 要来和他们来断交了 那么外交部呢 也强调说 我国呢 宣布断交呢 绝对是跟这个 红国的决定无关的 好 然而呢 其实啊 这个红都拉斯呢 选在总统蔡英文 出访前三天 就跟中国来建交 那么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说呢 根据情资 他们怀疑说呢 红国跟中国 根本就是故意选在 这样子的时间点 来丢出这么一个震撼弹 也就是断交 好 那么现在呢 我国只剩下 十三个友邦了 但是AIT也发出了声明 欢迎所有国家增加与台湾的往来 总统蔡英文神情严肃 宣布与红都拉斯断交 82年邦宜划下据点 而回顾宣布时间点 红都拉斯二十六号 早上八点左右 在推特发布断交声明 半个小时后 外交部发布记者会通知 九点三十在记者会上 强调是我方主动断交 洪都拉斯在蔡英文出访前 丢下断交震撼弹 大动作与中国建交 十几点敏感 外交部长吴钊燮也怀疑 背后原因不单纯 而红都拉斯先前发出的 索架信也曝光 要求医院新建经费 九千万美元 新建水坝要价三点五亿美元 更要求我国 承接二十亿的负债 高达二十四点五亿美元的 巨额援助 成为台虹分手关键 直接给钱的这种方式 这个就是有点像是贿赂 感觉上他们是要钱 而不是要医院 外交遭受重大打击 旅台的红都拉斯人 也觉得很难过 不开心 当然不开心 因为台湾都支持我们 我们学生还有我们的国家 AIT发言人透过声明表示 美国强烈鼓励所有国家 扩大与台湾的往来 也将继续深化与台湾的交流 不过台虹八十二年邦誼 伪前翻脸 更凸显国际社会现实 华志新闻张正 学生前SNG小组台北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